现在的医学已经越来越发达 对于你肝脏功能 到底可以带一些多少 实际上可以越来越给你一个量化的收益 所以建议大家 喝咖啡不是绝对有害 可是你要说完全无害 那到底也不可能 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喝咖啡 大家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而咖啡确实是在很多已开发国家 还有许多已经是咖啡成瘾的国家 是十分盛行 每一天的咖啡量 简直是比喝汽油 我说汽车的喝汽油 还要多得多 到底喝咖啡对身体 有没有可能产生害处呢 或者会不会产生致癌物质呢 事实上当然有非常多的医学中心 是每天甚至详尽办法的 在做各种研究跟证明 而这里面最为紧张的几个企业 那就是西巴克 还有百事可乐 还有可口可乐 因为你别看是可乐 因为可乐它里头也有咖啡因 事实上有咖啡因的还不只是 可乐和咖啡 茶里面当然也有 不过我们现在就医学上已经知道的事情是这样的 有恐慌症有忧郁症的看起来是别喝咖啡 因为确实很容易诱发 再来有肠道型疾病的看起来你也别喝太多咖啡 甚至是尽量别喝 为什么它会造成你真的在排泄上会出现问题 因为影响到你喷门的收放 照这样说咖啡可能引起人体上的不健康的事情是确实存在 不过这些部分可能还对于西巴克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的杀伤也不至于太强 但是如果到致癌 那可就问题大了 那有没有致癌的生患报告呢 确实有 这个官司从1960年一直到2020年之间 是已经打过好几轮了 其中最为有名的 那就是西巴克 到了2018年他总算打赢了 为什么 因为在之前曾经美国还要求西巴克必须在他的咖啡上面标明说 这是致癌物资 这可就不得了了 大家知道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消费品 只要一打上是致癌物资 那就对他影响很大 那么星巴克在2018年总算获得胜数 因为相关的研究又出现新的报告 那就是说可能这个致癌又不是绝对性的一个关键 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可能致癌呢 并不是绝对致癌那么就又消除掉了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所有的报告到底咖啡对人体有害还是有益呢 我们还知道一个事情 那就是提神的问题 因为喝茶喝咖啡都可以提神 大家知道提神当然是重要的 因为一天的工作你如果神提不起来 那整天会没有记 可是我们看到提神的关键是在那什么地方呢 是在咖啡因 好了咖啡因提神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 可是咖啡因的代谢如何呢 我们发现咖啡因的代谢它需要由肝脏来 可是肝脏的代谢事实上是有极限的 好这个数量呢确实是一个关键性 也就是说它可以代谢多少咖啡因量 这件事情大家可得注意了 那么当然了每个人还有体质上的不同 可是总的来说咖啡因的代谢不可能是无止境的 不可能是无限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是许多人始终不能喝咖啡 那是因为它有心悸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几个很重要的理解 那就是会心悸的人 他肯定没办法喝大量的咖啡 甚至只能喝极少量乃至于完全不能喝 还有有肠道性疾病的人他没办法喝咖啡 再来有精神性疾病 特别是恐慌症忧郁症的人喝咖啡确实是有问题 但有一个有争议的就是 胰胀癌的部分 到底胰胀癌是不是咖啡所诱发的呢 这件事情就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 但是关于肝脏的代谢问题这件事情呢 大概那争议就小得多了 也就是肝脏既然代谢咖啡因是有极限的 那你不管是在喝茶喝咖啡 不管是哪一家的咖啡啦 任何有品牌咖啡都是咖啡吗 或者是你在喝白色喝的或喝喝喝的这些相关的 你现在有咖啡因的饮品的时候那你都得注意计量了 当然这里面咖啡就是咖啡 咖啡本身它的咖啡因的含量可能是最高了 那大家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你的肝脏到底好不好 所以大家想到肝脏又立刻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每一个人肝功能情况又不太一样 更何况肝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它不太有征兆 往往一旦有征兆的时候就是极为严重 所以如果你让肝的负责太大的话 那么肝功能承受了太多的沉重负担 到时候一旦产生疾病那可就不得了 既然咖啡因会产生肝脏代谢的问题 那么就请大家注意你摄取量肯定是不能太高了 如果是像那种浓缩咖啡也就是espresso 那你可能真的不能喝太多杯 如果是牛奶量含量极高 譬如说cappuccino或者像我们常喝的latte 那相对来说你可能还可以多几杯 可是咖啡因还是不能太高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有所谓低咖啡因的latte 或者任何低咖啡因的咖啡 这些当然可以降低咖啡量 或者是降低咖啡因的含量 可是这些仍然有咖啡因 所以大家最好了解咖啡因本身的计量含量 到底是多少毫克 对你的肝脏到底可以承载是多少 因为我们每一天可以代谢的重量是有限的 这里面现在的医学已经越来越发达 对于你肝脏功能到底可以代谢多少 事实上可以越来越给你一个量化的说明 所以建议大家喝咖啡不是绝对有害 可是你要说完全无害 那倒也不可能 原因是我刚才已经给大家报告过了 有好几项疾病已经明确的告诉你喝咖啡 可能对这些疾病或者甚至绝对对这些疾病 会是有危害的那你依旧得完全避开 各况每个人的肝脏都是有限的容忍咖啡因的存在 所以你的肝脏只有一个 为了你的肝脏的着想 那你还是审慎的使用咖啡 而绝不能咖啡那几类的 起质或者是那几类的疾病患者的 那你就是得完全避开咖啡了 总而言之咖啡 不一定绝对对人有害 可是却绝对对部分的人会有害 还有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可以大量使用 通常是很难超过三杯的一般马克杯的 往往如果是纯黑咖啡的话 那可能是一整天一杯马克杯 也就已经差不了多少了 咖啡对人是有利还是有害 在这里大家可以得到一个综合评论 而不要使用太大量的咖啡 这已经是确定摆上钉钉的事 感谢你的收看